陆县州是北京著名汉匪之一 他曾连续四次持枪在银行抢劫 其中三次手持冲锋枪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冲击国家金融机构 也就是武装抢银行始终是死罪 连小孩子都知道 抢劫银行抓住就币 九十年代银行加强戒备 安装了大量先进防护设备 并且同警方高校联网 抢劫银行变得极为困难 别的不说 紧紧砸开银行的防弹防暴玻璃 拿到现款就是很难的事情 很多歹徒转为预谋抢劫银行送款车辆 当时这些车辆多是普通面包车 虽有武装经经押送 但车子本身没有什么防御能力 为抢劫提供了便利 九十年代开始 首都北京开始率先装备了 先进的防弹运钞车 这种车不怕子弹射击 理论是上固若金汤的 唯一的危险 是在银行门口送款的短暂几分钟内 此时有多名持枪精警高度戒备 普通犯罪团伙是对付不了的 更别说独行的歹徒 自从九十年代北京装备防弹运钞车以来 压根就没发生过结案 这一切在1996年2月8日中止 8日上午9点 在距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干水桥分离处 一辆运钞车缓慢行事 距离过年已经没有几天了 北京警方四处巡逻 为保市民过个好年 这辆运钞车上的几名精警 做梦也不会想到 光天化日之下 北京街头会出什么危险 9点50分 运钞车停下 几名全副武装的精警跳下车子 在周边戒备 银行内等待已久的几个送款员 提着两个黑色密码箱走出来 精警们扫视了一些街道 街上根本没几个行人 都是老头老太 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距离银行只有机密处 停放着一辆韩国大鱼小汽车 里面藏着一个掩放凶光的家伙 当精警拉开运钞车的车门 招呼两个送款员上车的事 那辆大鱼车的车门突然被踢开 一个猛面歹徒冲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把样式古怪的微型冲锋枪 前后不到五秒时间 歹徒手中的枪就响了 打打打 一串子弹飞过 送款员和精警三人都身中树弹 倒在血泊中 歹徒没有浪费一秒钟时间 他大胆地将枪挂在脖子上 一手立一个密码箱 快步走回大雨车 发动开走 整个枪战和抢劫过程 不到三分钟 抢劫全程中 歹徒非常沉着冷静 没有跑过一步 做得干净利落 如果这是一部警匪片 可以说拍得相当不错 街上几个行人看到这个场面 竟真以为是电视台拍警匪片 有人还鼓掌叫了好 枪响后 银行立即报案 这个报案震惊了北京城 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不到15分钟就赶到现场 不过歹徒早已踪影全武 此次抢劫中 一名银行职员 一名精警中枪死亡 一名银行职员重伤 共有116万元巨款的现金被抢走 这可是惊天大案 也是北京历史上 第一次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 北京市局领导高度重视 要求立即成立专案组 务必短期内破案 市局刑事专家刚到现场 就发现他们遇到了对手 这个歹徒不是普通人 他相当厉害 整个抢劫期间 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堪称完美作案 持枪射击是 歹徒枪法高超 射击稳定 重弹的三个遇害者 均是身体要害重弹 两死一重伤 区区几发子弹 能够连续打倒三人 击毙其中两人 枪法堪称高超 刑事专家认为 歹徒可能是惯犯 以前曾经抢过银行 而且似乎有从军 或者从警的经验 也就是会用枪 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歹徒的那辆大雨车 不过 刑侦专家认为 这个线索恐怕没什么意义 稍微上点到的小混混 都不会开自己的车辆作案 更别说这种重大案犯 果然 几天后在朝阳区 安真溪里小区内 发现了那辆蓝色大雨车 车里有两只被撬开的密码箱 还有歹徒蒙面的面具 对大雨车的追踪果然是失望的 这辆车是两天前辈的 本来是一架贸易公司的商务用车 在27剧场附近丢失 很显然 歹徒是倒车 以后再作案 对于面具的分析 也毫无结果 这是北方市面上常见的羊毛山改造 数量多达几十万件 无法追踪 当年还没有视频探头 只能依靠走访群众 唯一看到歹徒的三人非死即伤 况且歹徒蒙着面 恐怕也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 万幸的是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 有朝阳区群众存在 警方发挥朝阳区群众威力 开始人肉搜索 很快群众反馈 曾经看到大雨车内男子下车去公测 还询问一个老太太公测怎么走 刑警认为 歹徒身高一米七左右 三十岁的样子 不胖不瘦 说的似乎是北京话 不是普通话 信息就这么多 想要依靠这点东西 在偌大的北京找出凶手 无异于大海捞针 因为案情重大 警方不敢松懈 二十四小时在北京城内搜索排查 试图能够找到歹徒 这个案件影响恶劣 对于北京市和公安部的震动是很大的 这个案件 也是促使一九九六年四月开始 新一次严打的诱因 四月开始的严打期间 北京城内鸡鸣狗盗之流都逃到外地 社会治安非常良好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百徒竟然敢在严打期间顶峰作案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上午八点 海淀区建航之春里分离处 再次遭遇武装抢劫 北下街道联社干部和司机两人 同银行取款完毕 驾车返回单位 车子刚刚离开银行 行驶不到五十米 突然被一辆黑色公爵王小汽车迎面挡住 两人正在咕弄 这怎么开的车 差点撞上了 那边车上突然跳下一个蒙面持枪歹徒 这个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 快步走到车窗旁 用枪指着两人脑袋 把钱交出来 你们要钱还是要命 这两个人哪里敢和冲锋枪硬顶 指得交出装有巨额限款的两个箱子 歹徒仍然毫不慌张地将枪挂在脖子上 一手提一个箱子上车 绝成而去 整个抢劫过程 前后还不到三分钟 76万元现金被抢 万幸的是没人伤亡 6月3日 这起案件性质极其恶劣 无异于公然向警方挑衅 干部和司机的回忆 和上次目击者差不多 歹徒一米七左右 说一口北京话 拿着一支模样古怪的冲锋枪 司机认为 这个歹徒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看起来像是曾经干过驾驶员工作的 一般人开不了这么好 通过对古怪冲锋枪外形的描述 可以确定两个案子是同一人所为 第二天 警方发现了丢弃的作案车辆 在海淀区红砖村一居民家墙外 群众发现车门打开的黑色公爵王轿车 警警们在车内发现了被抢的两个提款箱 箱锁已被撬开 里面的巨款被抢走 奇怪的是 车辆后座上丢着一个按摩器 于是 车辆 车牌和按摩器成为唯一的线索 追踪的结果 仍然是让人失望的 这辆黑色公爵王轿车 是北京某技术开发中心的 今年5月16日晚上 白车驾驶员乔某开车回家停放在楼下 第二天早起他上班时发现汽车被盗 当日向海淀分局报案 歹徒第一次作案的车牌也有了着落 竟然是解放军某文化部供应战 微型面包车的车牌 这副车牌1995年6月10日 在朝阳安徽北里居民区被盗走的 倒是那个按摩器似乎比较有价值 经过车主辨认 这不是他的东西 刑警们在按摩器上 发现写有洛阳工商银行的字样 便千里迢迢赶到古都洛阳调查 按摩器是1991年洛阳市工商银行 给职工发放的福利奖品 一共进了800台 也就是发给了800个人 无奈之下 刑警们只能挨个走访 花费漫长时间调查了800人 700多人被调查后没有问题 但还有几十人反应 在几年内已转手卖出 至于卖给了谁已经无法追踪 显然 这个线索根本没有意义 看起来歹徒非常狡猾 有反侦察经验 他是故意丢下一个追查不通的线索 以转移警方侦察实现 这个按摩器 估计是歹徒在街头 随意购买甚至捡来的 此时伟大的朝阳区群众又提供了线索 住在方庄方兴园小区的一位退休的画务员反应 曾在9号楼附近 见到这一车牌的轿车停过 他回忆说 5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 他去街心花园扭完秧歌回家 走到9号楼门前马路被测试 看见靠墙边停放着一辆黑色卧车 很干净 车头向动 当时他看到的车辆是白色 由于职业特点 他对记忆号码很感兴趣 这个车牌给他的印象很深 该楼有住户193件 其中还有三分之一是出租户 租客复杂 其中部分人已经离开 无法落实 警方花费重大警力 反复调查了其中144户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事实证明 狡猾的歹徒根本不住在这里 不过是将车子暂时停放在小区而已 就在警方用尽全力 在全市地毯市搜索的同时 歹徒竟然第三次作案 8月27日8点 是合作银行编合录制一辆运钞车 在路上正常行驶 车子开到宣武区白纸房早林前街东口市 从七八十米外 突然冲过来一辆蓝色本田小汽车 车子横在运钞车前 将这车子拦住 几秒钟后 车上跳下两个持枪歹徒 当时新闻报道是这样的 8点50分左右 前方的车突然停下 运钞车司机连按喇叭 探出头来刚响理了两句 却见从本田车里钻出两名蒙面歹徒 一人手持冲锋枪 另一人手持两把手枪 分别窜到运钞车驾驶是两侧 举枪狂喊 把门打开 快把门打开 司机安保国一下明白 这是遇到劫匪了 他故意拖延时间 没给他们开门 简车内人试图抵抗 一名蒙面歹徒气急败坏 用冲锋枪扫射 将玻璃打碎 安保国下颚被子弹击碎 副伤倒在驾驶座上 另一名歹徒在副驾驶处同时开枪 并用手枪拖把玻璃敲碎 向直行职工李超身上开了一枪 子弹穿透李超的背部 要不将他打成重伤 车内的另一个京警杨晓东 见歹徒开枪 拔出手枪想要抵抗 但歹徒反应更快 不等他举枪 就用冲锋枪对他连开竖枪 子弹穿透杨晓东左肩甲 左锁骨 伤势非常严重 此时 车内只剩下会计李春国 歹徒见他穿着便衣 知道他是会计 大喊 快把后车门打开 找你一命 不然现在就打死你 李春国身旁 就是装有一百三十万现金的两个箱子 他知道歹徒就是为了他们而来 生死关头 李春国就是不开门 可歹徒僵持了二三分钟 歹徒们多次喊话威吓无效 恼怒之下对他连打树枪 李春国伤己干 飞 倒在血泊中 当场死亡 虽然打死打伤四人 但两个歹徒却一时撬不开车门 由于李春国的拖延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歹徒知道周边群众肯定已经报警 不敢多停留 迅速狼狈驾车逃走 十点十分 丰台分局刑警队在玉林小区九号楼东北侧 发现了案犯抛弃的蓝色本田车 车内副驾驶及后座 都被歹徒用之点燃 但因车内缺氧气车未然 连续三起持枪暴力抢劫银行案件 对北京警方是惊天霹雳 也震惊了中南海 当时的报道写道 1996年6 7 把三个月是北京警方最忙碌 最紧张 承受压力最重的三个月 上到公安局长 下到每一位基层派出所民警 都在为破获银行结案担惊截律 日夜拼搏 张良基局长 这位从事刑警生涯四十多载的老公安 日夜操心费神 他办公桌上的烟头 经常堆得像小山一样 多少夜晚他思考破案思路 彻夜不眠 在局机关走廊里夺来夺去 案子久针不破 社会上种种议论 传进刑警们的耳中 有的说公安局的是白吃干饭的 有的说别看警察平时挺牛的 碰上叫板的就没撤 抢银行的案子够他们肯一辈子的 还有的甚至怀疑是公安局的人 串通劫匪一起干的 那段时间街头执法的巡警 交警都遇到过被罚款人的奚落和挖苦 你们也就这点能耐 有本事去把银行案子破了 另一种压力来自各级领导的关心重视 社会各界的支持鼓励 中央领导多次询问破案情况 了解严打情况 案情进展 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破案 全国刑侦专家都被调到北京 侦破这个案件 刑侦专家反复梳理 很快有了比较大的发现 专家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歹徒似乎很小资 正常来说 一般歹徒作案之前倒车 都会选择半就不新的面包车 出租车甚至小卡车 这种车满街都是 不惹眼且很容易盗窃 这次案件歹徒却连续盗窃了三辆 在当时比较高档的私家车 而且都是相当崭新的车子 似乎歹徒对于车辆比较喜爱 而且生活的档次比较高 不愿意选择盗窃低档次车 那么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盯着全市所有被盗抢的中高档新车 以试图找到歹徒 毕竟这种被盗高档新车 还是比较少的 相对不难追踪 9月3日 海淀分局接到某公司一位经理的报案 说他开回家停在楼下的一辆 崭新米黄色泥桑车事件 车号是京A08786 海淀分局指挥中心请示局长后 立即上报专案组 此时上报被盗车辆已经有几十辆 但基本都是面包小卡车之内 再不就是营运的出租车 其中的中高档新车只有区区几辆 死马档或马一 专案组下令重点盯住这辆 A08786尼桑车 此时 有着世界第五大情报组织外号的朝阳区群众 再次发挥了惊人的威力 他们竟然发现了这辆可疑车辆 9月8日晚上10点 著名的天上人间夜总会所在地 长城饭店附近停车场发现异常 保卫部干部荣西在停车场中 发现排号维京A08786的崭新尼桑车 根据市局这几天的协查通报 荣西立即报案 不到半个小时 在北京公安局局长亲自命令下 大批刑警赶到现场 秘密在周边不控蹲守 当时并没有想到歹徒 可能短期内来取车 歹徒有可能是将车子暂时放在这里 直到作案前再来取走 自然 也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歹徒盗走的车 警方完全是白忙活 刑警之所以辛苦 就是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都要去排查 不能放过任何可能 这样一来 怎么能不辛苦呢 几十名刑警一直等到凌晨零点 终于看到饭店内走出一名中年男子 向泥桑车靠近 这个男子神色非常可疑 不断地向四周打量 刑警们立即紧张起来 感觉似乎有戏 这个男子走到车边 好像感觉到什么不对 他点起一根烟 警惕地四处观察 并没有打开车门 刑警们接受到命令 必须等歹徒进车才能抓捕 以免打草惊蛇 一根烟抽完 也没见什么异常 这个男子放心了 取出钥匙拉打开了车门 就在此时 最靠近车子的刑警赵宁一手持枪 一手拿着手电筒 两部挡在车前 大喊 我是警察 快出来 接受检查 绑边三四米外 刑警李志刚 王威和熊富豹也持枪包围过来 车中的男子似乎惊呆了 愣了几秒钟 突然他用力踩油门 将赵宁冲过去 将要将他撞飞 杀开一条血路 赵宁年轻伸手好 一个翻身躲开了车子的冲撞 这一撞 周边包围的刑警都极为兴奋 看来这个家伙就是作案的歹徒 于是 李志刚 王威和熊富豹立即对准车子开枪 赵宁不顾跌伤的疼痛 爬起来也连开树枪 双方相距不过机密 十几发子弹准确击中驾驶时 重弹后 那辆泥桑车瞬间减速 然后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开出十几米 撞在一辆停着的汽车上 不动了 十多名刑警立即包围车辆 克林歹徒出来 却没有回答 几分钟后 几个刑警冒险拉开车门 发现这个歹徒已经握倒在方向盘上 不省人事 他浑身是血 没有发现携带着武器 歹徒头部和腿部各种一项 负重上 在他的身上 找到一个李建生的身份证 警方将歹徒立即送到北京市宾和劳改医院抢救 经过在医院的突审 这个李建生交代自己真名叫做陆县舟 是负案在逃的逃犯 陆县舟向警方表示 那三起银行抢劫案都是他做的 也愿意交代同伙 只是希望警方救他一命 警方自然也不愿意陆县舟现在就死 对他采用了当时最高标准的医疗手段 陆县舟伤势沉重 仅仅交代同伙名叫郭松 使北京市人就昏死过去 警方无奈 被迫通过户籍资料搜索 发现全是叫郭松的高达近百人之多 万幸的是 其中一个郭松 曾经和陆县舟有过瓜葛 鉴于资料记载 陆县舟入狱以后 一个叫做郭松的家伙 曾经试图行贿监狱干部 为陆县舟减刑 被举报拘留了几天了 根据这个线索 很快查到郭松居住地位 某学院宿舍的母亲家中 警方不敢浪费一点时间 在第二天 也就是九月九日凌晨三点 展开抓捕 不过 郭松并不在他母亲家 刑警们对这个身为人民教师的郭母 做了思想工作 指出他儿子涉嫌杀害多人抢劫银行 堪称无恶不作 必须接受法律严惩 郭母倒是比较懂道理 也知道本性恶劣的儿子 迟早有这天 郭母告诉警方 他儿子目前住在朝阳三园里居民区 刑警们立即出动 十日凌晨三点 将郭松在床上抓获 证据确凿 难以抵赖 郭松很快承认和陆县州 何某抢劫的罪行 以及同案犯 九月十二日 为陆县州提供窝藏地点资助 知情不报的案犯黄民平 赵建国 女友张仪等人先后落网 九月十四日 刑警们搜查了陆县州和情人王茜的赞助地 搜出点击枪一支 赃款现金数万元及大量赃物 九月十八日 根据黄民平的交代 刑警们依法搜查了陆县州 在安华西里的赞助地 搜出陆县州作案使用的 波兰制造微型冲锋枪一支 手枪三支 子弹315发 人民币17万元 美金2万元 还有其他外币数万元 另外还搜出陆县州伪造的假身份证 作案使用的蒙面头套 作案工具等 九月下旬 为陆县州作案提供小口径手枪 和军用枪支的案犯张建国 农之宝等人 先后被抓获并押解到京 郭松稍后被判处死刑 其余案犯也被判处各种刑犯 陆县州则没有等到宣判那天 他在11月在医院死去 由此 陆县州案件侦破 陆县州 北京市人 被捕时33岁 高中文化 出生在北京普通工人家庭 和专家分析的一样 枪法高超的陆县州 果然有过当兵的经历 曾经在云南解放军某不服役 在军队中 陆县州先是当汽车兵 学会了开车和修车的手艺 后一位聪明能干 枪法出色 被任命为艳枪员 什么叫做艳枪员 就是负责检查军用枪支 好坏的军人 这些艳枪员枪法一般很好 他们用枪实弹射击 如果打歪了 说明枪有问题 陆县州在部队表现不错 1984年复原回到北京 作为普通士兵 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他就一开出租车为生 后来加入北京首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司机 之后长达七年时间 陆县州还是比较老实的 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个家伙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好赌 他和公司同事黄民平都是赌鬼 经常去参加赌博 陆维茨欠下高额赌债 由于债主逼债太紧 1991年2月 陆县州伙同其他人 在北京 天津盗窃汽车三辆 用来还赌债 陆县州是老司机 对车辆非常熟悉 倒车对他来说小意思 当年车子防盗也不行 陆县州偷一辆车 只要二三分钟 偷车不难 但销赃困难 车是大件东西 很容易追查 且出手困难 周期场 一不小心 就会被抓住 陆县州也是如此 他到车后四个月就被逮捕 被捕后 陆县州竟然松了一口气 陆县州认为 偷东西而已 最多判个几年 况且他也没有钱个 说不定一二年就出来了 还可以借机躲债 做着美梦的陆县州 万万没想到的是 1992年 他竟然被北京市人民法院 判处死缓 陆县州被押送到 在北京某监狱服刑 现在看来 这似乎判得有些重 毕竟杀人放火 也是判死缓的居多 陆不过偷了三辆车而已 也没有伤人 但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又能怎么样呢 陆县州这个家伙 是北京城市人 当兵期间也是做技术兵 哪里吃得了监狱的苦 此人非常小资 入狱前经常喝个咖啡 听个摇滚 吃个大餐 可身为北京市某大医院 药剂师的女友 张颖都是潮人 在90年代 监狱条件还是很恶劣的 很多人吃不饱家挨打 自然 监狱预警一般不会打人 但犯人欺负犯人 就是家常别犯 监狱本质上是用犯人管理犯人 而对于这些不好惹的犯人来说 往往只能靠暴力才能压制 打人也就不稀奇了 而陆县州比普通犯人 还要更惨一些 在监狱中 有两种案件最被人瞧不起 就是花案 极强奸猥亵案 和拿人东西 也就是盗窃案 这些人进去以后 一般都会被牢头欲有百般欺负 陆县州虽本性凶悍 但监狱是什么地方 是龙你也得盘着 是胡得蹲着 那么多杀人犯进去 也老老实实地受人摆布 别说那时候 还算老实的陆县州 到了1993年 陆县州撑不下去了 他让好友郭松帮忙行贿 办理保外就医 或者解刑 郭松父母都是高校老师 有些社会关系 没想到 郭松行贿不成 自己还被拘留了几天 正常来说 辞缓两年后转为无期 无期两年后转为15年 换句话说 陆县州就要做19年劳 陆县州认为量刑过重 况且现在吃不饱还被打 别说19年 就算19个月也受不了 到了1994年2月18日 陆县州孤注一掷 在一次监狱外劳动中 突然越狱逃走 陆县州的越狱 和别人不同 一般人越狱被抓住以后 回家行几年 也没什么太了不起的 但陆县州是死缓 如果再次被抓住 恐怕就要枪毙掉脑袋 所以 陆县州绝对不能再被抓 北京城内躲藏困难 留在这里 或迟或早会被抓住 但陆没有外逃经验 离开北京就很难混下去 但留在北京迟早会被抓住 陆县州认为 反正左右都是个死 不如死前让自己活得好一些 越狱后的陆县州 在黄民亭 赵建国 郭松 弟弟陆县秦 女友张颖的庇护资助下 开始疯狂道歉 一段时间后 陆县州认为 这样小打小闹来钱太少 没什么意思 决定做答案 1995年11月 陆县州在老同市黄民平 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介绍下 赶赴黑龙江省黑河市 东北的枪械管理较为松懈 天高皇帝远的黑河 就更没人管 在这里 陆县州毫无难度地 从枪贩子张建国 后被判处死刑 令刚处 后被判处死缓 够得庆华5.6毫米小口径运动手枪两支 子弹100余发 买枪的价格并不低 陆县州为此花费3万多元巨款 有了枪以后 陆县州底气足了 开始做答案 和专家分析的一样 陆县州之前就抢过银行 1995年12月13日 陆县州埋伏在北京郊区某信用社门口 盯住了一个取款的女人 这个女人取了15万元巨款 正走向一辆面包车 陆县州从偷来的一辆车上冲下来 挥舞着手枪恐吓 快把包给我 不然打死你 那个女人顿时吓破了胆 老老实实地交出庄前的提报 陆县州随即上车逃走了 此次得手如此顺利 陆县州的胃口就更大了 但陆县州对这种小口径运动手枪 并不满意 他多次使枪 觉得枪的杀伤力不够 一枪打不死人 1996年 陆县州南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平祥市 找到以前当兵时候认识的 一个少数民族枪犯农之宝 后被判处死刑 向他买枪 这个农之宝 经常去越南走私 认识一些越南人 当年越南全民皆兵 民间有不少就是武器 陆县州从农之宝手上购买了 一支波兰制造的9毫米 PM630V型冲锋枪 三支老式手枪和100余发子弹 为此 陆县州给了龙2万元好处费 和一部索尼摄像 回到北京以后 陆县州去巴达岭山上多次试枪 对这几把枪非常满意 于是 陆县州担任持冲锋枪 连续做了两起银行抢劫案 做了两个案子以后 陆县州认为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精警 势单力薄 他左思右想 党曾经一起盗窃的郭松路火 郭松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本性低劣 因强奸妇女被派刑三年 和陆县州臭味相投 陆县州越狱以后 和郭松一同盗窃夺次 赃物包括汽车 电脑 电视机等物 之后两人联手做了那起案子 打死打伤四人 陆县州郭松被捕 得益于两点 第一就是热心的朝阳区群众 在当年 北京的治安相对不错 地方还有质保会之内的大爷大妈经常举报 盯着不三不四的人 如果没有朝阳区群众 是不可能抓住陆县州的 第二就是毁于陆县州过于小资 大家也许发现 陆县州明明前后抢劫不下二百多万 最后仅仅超到十几二十万 剩下的钱呢 都被他用了 这家伙太讲究享受 生活很奢侈 这几个月 陆县州频繁进出北京各大高档场所 比如天上人间夜总会 也是他常去的地方 在这里 他一掷千金 明明他有个二十五岁女友张扬 他仍花巨资 包养几个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小姐 还有一个固定的情人王倩 最终 他因为过于小资 偷到豪车马是前提 我来年为一位 小孩 给你 我来年轻的东西 我来年轻的金气